两兄弟往麻袋里装着丢弃的树果石 这些被丢弃的树果石是 他们可以活下去的唯一依靠 哥哥嘱咐弟弟尽量多装一些 瘦小的身体扛着沉重的包袱 就像家庭无形的重胆压在的头顶 回去的路上 弟弟告诉哥哥自己非常饿 顶着果石走路很累 从昨天开始没有吃任何食物 身上的力气快要耗尽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榨出果油来 两兄弟顶着沉重的袋子 不幸一个小时才回到家 妈妈两年前在农场工作 不小心被树枝戳瞎了眼睛 妈妈眼睛看不见后 家庭的负担都交给了三个孩子 家里只有一间房子 里面堆放着一些杂物 两兄弟把今天被回来的树果石 倒在空地上晾晒 制作油的果石必须晒干 两兄弟抬出昨天晒干的树果石 倒进塑料桶 满当当的一桶果石 姐弟三人要把这些果石全部去掉外壳 三人分工合作 每人包一部分的树果石 姐弟三人从妈妈眼睛看不见之后 就承担起家庭责任 换取收入维持家庭生活 每个人都很轻快 想要快点把这些果石 提炼成食用油换取食物 但是果石太多了 弟弟饿得直接生吃树果石 哥哥也跟着吃了起来 姐姐提醒弟弟们 不要生吃果石 会闹肚子的 家里没有钱看病 让弟弟忍耐一下饥饿 不过饥饿男人的时候 填饱肚子最重要